现代人的生活步伐越来越快 压力当然也跟着加大了 心理卫生学院去年12月发布的全国调查就发现 国人当中每7人就有一个人曾经罹患精神疾病 这当中还不包括那些感觉压力大 患病但是没有去求医的人士 近年来强调透过专注和察觉当下状态 来稳定内在情绪的正面冥想 成了一些人减轻压力 寻找心灵瓶颈的途径 而结合正面冥想元素和科技的手机应用程序 更为希望锻炼心理健康的人提供了便利 究竟正面冥想是怎么帮助减压 冥想应用程序是锦上添花还是另辟蹊径呢 今天的《山方宝剑》带你了解 无时无刻 机不离手 是现代人的常态 看似在如常的使用手机 不过你能想象 它们既不是在浏览社交媒体 也不是在观赏视频影片 而是在利用冥想应用程序 练习正念冥想吗 身处瞬息万变的社会 各种资讯大量涌入 争相剥夺人们的注意力 生活当中也经常充斥着许多代办事项 导致现代人长期处在焦虑 繁忙和高压当中 正念冥想 主张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 透过客观察觉和认识 外在环境和内在情绪的状态 训练保持专注力 以其解决一心多用 所带来的浮躁与混乱 而达到减压和稳定情绪的效果 遇到压力的时候 我们碰到焦虑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自动化的一些反应 然后这些反应一般上是负面的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焦虑 我们就感觉呼吸很困难 或者是说我们晚上就睡不着觉 或者压力一大 我们就会乱吃东西之类的 但是如果有了这个正念的能力 其实我们向内去观察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察觉到 我的情绪起来了 我开始有一些连续不断的 一个负面的思绪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正念的能力 去更平静地去做出一些选择性的回应 比较适合当下的一种回应 练习冥想的方式分为正式和非正式 正式练习 学习者需要抽出特定时段 放下手上所有杂事 静静坐着 练习观察自己的呼吸和思绪 而非正式练习则是鼓励人们 将正念冥想持续融入到 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静坐只是一个方式吧 不管我们是在做什么样的活动 不管我们在哪里 其实都可以练习正念 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之前刷牙 我们其实是站着刷牙的 所以刷牙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状态 其实那个时候也可以练习正念 比如说我们晚上躺在床上 因为焦虑 因为很多一些负面的思绪 导致我们睡不着 那我们这个时候在床上平躺着 我们也可以练习正念 或者是说我们一般上 在走路的时候 可能从我们家里走到最靠近的地铁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练习正念 这时候结合科技的冥想应用程序 就成为提醒和推动 非正式练习的最佳工具 目前市面上最为人所知的 冥想应用程序是来自英国的 Headspace和美国的CAM 总下载量都分别超过一千万人次 而自八年前起 亲自体验和研究冥想的 本地科技企业家李超群 有感于正念冥想融入日常的必要 两年前推出了主打能睁开眼睛 随时随地练习正念冥想的应用程序 Mindify 打破了一般人对于需要闭眼 才能冥想的刻板印象 在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APP 是用眼睛睁开可以使用的 就是所有的APP都是需要你 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 对吧 闭上眼睛然后去做冥想 我觉得关眼睛很不适合日常生活 Mindify 鼓励和引导冥想者睁开双眼 凝视和观看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实景 观察和聚焦在当下的思绪与感受 透过重新建立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方式 达到专注与平静 ische So let's start by bringing your attention to the bottom half of the body beginning at the hips and then moving down the legs to finally resting your attention on the feet What position are the feet resting in right now? Are they parallel with each other? Are the feet pointing away from each other? 而Mindify另一个深受欢迎的特别功能 是用户只需要输入自己在休假日 睡觉和起床的时间 应用程序就能够分析出生理时钟规律 推荐用户适合的冥想方式 因为早起的人 他们在早晨和靠近午餐时间的时候 他们的精神 精力 脑力是最强的 那我们可以利用冥想的方式 跟你说你应该做出一个 比较能够注重你的精力的冥想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你比较疲惫的时候 你应该做一个比较能够舒缓你 比较让你relax的冥想的内容 然后那些比较慈起的人 就是反过来的 手机按一按 跟随冥想应用程序的指示 舒缓被世俗挑起的莫名烦躁 或许也能够找回 专心致志的简单和平静 冥想的方式有千百种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结合科技的冥想应用程序 静坐和瑜伽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加强专注力 舒缓压力 这是因为瑜伽除了可以锻炼体魄 也会要求你准确而且长时间地保持某种特定的姿势 迫使学习者聚焦在当下 从而达到冥想的效果 以讲究姿势难度和身体柔软度 著称的瑜伽 其实有许多不同类型 除了大部分人所熟知的静态瑜伽 还有串联不同招式的流瑜伽 高温瑜伽 和保持特定姿势至少三到五分钟的阴瑜伽等等 无论是哪种类型 其实都讲究全神贯注 如果真的是找一个没有念过瑜伽的人 我是OK 你就坐下来 现在你要念习冥想 是很难的一种事情 可能不到十秒钟才已经是待不下来了 因为我们如果静态瑜伽的话 你要走住一个姿势 大概一分钟两分钟 你的肌肉会开始痛之类 酸痛之类的东西 那你的心情还是要专注于现在 专注于不同不同的对齐之类 那就是慢慢去练习你的专注力 练习专注不能单靠凭空想象 瑜伽透过身体姿势的变化 挑战学习者日常的体能极限 也挑战他们的专注力 而平时靠瑜伽来练习冥想的陈喜文 在尝试使用冥想应用程序后 也相当肯定应用程序对引导冥想的帮助 如果你在里面 你能看到什么样的灯 有什么样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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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注意到 如果你在外面的话 你是看一些天空啊 云朵的速度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在室内的话 它们是装着什么的灯 灯光或者是有蜡烛的话 也是一种带领你去专注于做异样的事情 就是注意每一样东西 就是异样的事情 那你就不会去想到 等一下我放工之后 我要跟谁去吃饭啊 或者是我今天要煮什么来吃啊 之类的东西 不过手机应用程序尽管方便 但也有限制 可能有这个APP开出的话 那个光照着你的脸 或者是你要一直注意 这个APP好像刚才我念习 它有说四分钟 那我的专注力也有一点分散 尽管科技带来方便 但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独特性 是科技无法复制和取代的 我觉得主要的挑战就是 当我们在面对面 跟学生交流的时候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 跟一些疑问 我们去给他们做一些解答 那这可能是目前应用程序 没有办法做到的 无论是使用冥想应用程序 或是向合格的导师 学习瑜伽和冥想 如何强化心理健康 确实是现代城市人 需要面对的新功课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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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